一场豪雨驱走烟霾,使本地今天的空气素质好转 截至晚间10点,一小时悬浮微颗粒PM2.5浓度 介于每立方米19-26微克,回落到正常水平 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也下降到中等水平 我国环境局表示,本地接下来几天将下雷震雨 印尼苏门达拉部分地区也会下雨 不过如果未来几天的风向把烟霾从苏门达拉吹来本地 我国可能偶尔还会出现轻微的烟霾情况 在烟霾污染严重的印尼苏门达拉和加里曼丹 一些地区昨晚下暴雨,浇吸了许多火点 印尼当局表示,同两天前的3100多个火点相比 今天的火点数量大幅减少到了1700多个 在过去几个星期,饱受跨境烟霾困扰的马来西亚也重见蓝天 大部分地区的空气素质回落到中等水平